网上不是讲选票不是6000块钱一张啊 你票给哪个党哪个党就给钱 肯定不是啊 怎么会买那个票啊 你问一下你们那边肯定有这种吧 我就非常想吐槽一下我们大陆这边的媒体 怎么什么都能写呀 今天发生的一件我觉得非常无语并且震惊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呢我要下楼去拿快递 平常我的快递都会放在楼下的一家小卖部里面 然后那个小卖部的叔叔阿姨呢 他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十几年的邻居了 所以大家都很熟悉 并且他们也知道我嫁到了台湾 所以当时我在找快递拿包裹的时候 那个叔叔突然就跟我说 哎你要去台湾了吧 你准备把投票投给谁呀 那我说啊我投给谁呀 我不投啊跟我没有关系呀 因为我没有台湾身份证嘛 所以我投不了 所以我就这么说的 他说你不投啊 投一票六千块钱你不投啊 我说什么 投一票六千 这是哪来的消息呀 我当时就非常的惊讶 我就问 我说什么投一票六千 你从哪看来的 他说网上都说了 投票选举一票六千块钱 这你都不去投吗 我听完之后我就愣住了两秒 我说这不可能 没有这种事情 然后呢 这个叔叔就非常自信的说 有怎么没有 我在有新闻上都看见了 我在网上 那个新闻上就这么说的 我都看见了 就非常的自信 跟我说 这是真的 怎么会没有呢 你回台湾的时候 你问一下他们啊 肯定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我就满脑子问号 但是因为当时嘛 我是急着拿完快递之后 要去买东西的 然后我就赶紧拿了快递之后 我就去买东西了 就没有 接下来就没有 就是特别详细的去问他这个问题 但是在路上 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想着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我说就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他从哪看到的 我真的很好奇 我也想看一下 那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写的 然后在我买完东西之后 思前想后 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去问一下他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我又回来了 我来问 我来问他说的那个 到底在哪看到的 你那个到底在哪 在哪里看见的 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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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讲在在在 选择选择不是六千块钱一张啊 什么网啊 我都没 新闻网还是什么网 新闻网啊你确定啊 是啊 你pon上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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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么多人赞助他不就是为了拿票 拿这个选票 但是只有台湾人可以投 我们这边投不了 你懂副个都是他那边 还怎么过来 要身份证 要台湾的身份证才写 那天就那个 不是你少了什么手续 是这 当时看到那个新闻名单里面 那个他们就是拿票 这个民进党现在就是拿票 6000块钱一张 就为了选上他们 要不然他怎么这么多人赞助 那个党啊 那个企业赞助他们是吧 是真的在那个网上看 看到是这样 我去查一下 我看一下 就是直接上面那个推送的那种公众号是吧 刷到 就刷到的 没注意到那个 反正是这样 是真的我不愿意 这都是真实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上述对话呢 我否认了 投一票可以 6000块钱 这个事儿 但是呢 对方非常的有自信 他非常的相信 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他就说是真实的 不是骗你的 并且发生这种事情啊 是很正常的 就是比如说你花点钱 花点关系 然后可以去竞选 当然我也知道水至轻则无鱼嘛 在政治这方面呢 确确实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干干净净的 但是 你就算有 你可能也是私底下也不多 对吧 你不可能明面上还放出新闻上讲 怎么可能啊 我在那里跟他说没有没有这种事 他就根本就不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讲了 他还不断的说 你去问一下啊 反正你要回去嘛 你去问啊他们啊 肯定有这个啊 就他非常的 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的 就是他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毫不怀疑的 他就是觉得有 我在那否认 他都根本就觉得 他觉得可能是我没有接收到那个 真实的资料消息 就让我觉得很无语 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回来之后呢 也去网上查了一下 2024台湾投票选举 6000块钱 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关键字 但是我在网络上是没有搜到的 然后他也说 他是在刷手机嘛 会刷那些新闻啊 视频啊 公众号啊 推送啊 那些东西刷到的 所以我这样去找的话 是不一定能找得到 在此我就非常想吐槽一下 我们大陆这边的媒体 那些公众号 怎么什么都能写呀 你这一写出来 很多人都相信了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性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这么一写 人家都觉得 啊 投一票就有链钱快 什么东西呀 天哪 这个事情就是让我真的觉得我很难评价 然后说到新闻这些呢 我不得不吐槽一下 说一下另外一个故事 前段时间嘛 我和一群朋友去吃饭 我那个朋友他就带了一个他的朋友过来 我们暂且称他为A 这个A非常让人讨厌 他也知道我是驾到台湾去了 然后呢他在饭桌上就总是调侃我 就让我觉得他对我非常的不尊重 他说你要回台湾啦 我说对呀 然后他就说你去台湾干嘛呀 别去啊 马上打仗了你不知道吗 然后我心里就想 我确实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于是我就回他 我说不会打 打不起来 他说还打不起来 你没看那个新闻都播了吗 你都不看新闻的吗 我就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然后呢他说 那个新闻商都说了 什么习近平 这能说吗 等会儿逼掉吧 那个XXX向美国买了多少吨武器 然后说如果台湾怎么怎么样 就打 然后什么什么的 新闻有这个 啊 他们从哪看到了这些新闻 从哪接收到的这些信息 然后呢他又说 你当时候去了 到时候打的就是 你们先去的这批人 然后说什么 不一定会打台湾本土的人 打的就是你们这些往外跑的 然后别到时候又要 啊 求着那个大陆把你接回来 什么巴巴巴 我觉得他真的 他说话就很不尊重人 他是一个 嗯 嗯 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中年男人吧 应该这么讲 因为他有一个儿子 然后那个儿子呢 嗯 已经读初中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就这么一个中年男人说出来的话 这种话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 还那种一副为你好的语气 然后又有点贬低你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就是说那话就真的让人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我当时就是说 我说你不要这个样子讲话 你这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因为呢 他年纪比我大嘛 所以我秉承着啊 尊重年长的人的这么一个心态 我没有说太过于过分的话 如果是平辈的人 我可能直接就开骂了 但是那次我就没有去说比较过分的话 然后后来呢 他就是开始八卦 他说 你嫁到台湾去收了多少彩礼呀 给了多少彩礼呀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非得要彩礼呢 我没要不行吗 然后他就又开始 就是那种嘲讽的语气 他就说 彩礼你都没有收啊 我们这的女孩子就这么不值钱吗 你就这么不值钱吗 哇 我真的 我心里真的好生气 我那个饭 我吃的我都想宣桌子 我真的好生气 为什么你一个中年男人 你可以这么八卦 你可以这么没有脑子去讲这种话 真的怎么可以这么的鸡婆 哇 我真的快气死了 然后他就说 我们江西的彩礼 你起码得要个三十万吧 天哪 然后刚好他有个儿子嘛 那我就说 对 那就祝你以后 祝你儿子以后 娶一个三十万的老婆 千万不要低了这个价格 你儿子多厉害呀 我就只能这么讲了 实在是我这暴脾气 要不是因为他年长我 然后一座人这么多人在那 我真的 哇 我好气 我现在想到 为什么大陆 为什么大陆总是有这种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当时选择要来台湾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真的实在是受不了大陆这个社会的环境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环境 让人觉得喘不过气 我真的就想不明白 这些人脑子里面装的都是屎嘛 我真的快气死了 每次碰到这种人 跟这种人聊天 就是自己总有一种优越感 你优越感哪来的 你很厉害吗 你很强吗 啊天哪 我没有办法改变环境 所以我只能逃离这个环境 我只能换个环境 我到了台湾我舒服多了 身边的人根本就不会对你说这种话 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这种事情了 就让人觉得好生气好恶心 为什么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想法 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个样子 并且他有时候还时不时蹦出一句 哎呀他不是我们中国人啦 他是台湾人啦 这就已经开始排外了 这排外 我 好生气 啥也别说了 远离弱智 我爱台湾 台湾真好 喜欢这个游子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更具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上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